大家好我在这儿 今天要讲一个恋爱故事 在永战的拳头砸向苏鸣后 苏鸣的面部就被这股力道弄得凹陷 直接永战手插口袋 以无比帅气的拳头将苏鸣硬生生打退 苏鸣被冲击正飞的同时 他的意识也消退了 头底的布帽也不知何时飞走 不过即便他双脚离地 他拿口袋相扑的本事也早已落映在本能里 意识失神的苏鸣身体反射性行动 他用腿缓冲权威 不过这截的威力还是太过震撼了 即便有缓冲却也爬出两道神沟 最后永战舅救急的权力将苏鸣打退到墙边 苏鸣于此前消失的意识 但他依旧不倒而立 本来对苏鸣美好感的永战 也因为眼前的景象 让他对苏鸣刮目相看 他高度赞扬苏鸣 最好被打绝物的力士 看来真的不会倒下 可惜这场比试也到此为止了 毕竟苏鸣已经昏过去了 这时永战突然开口 他向德川询问 你不会以为苏鸣的赢我吧 德川沉默后回答了永次郎 他向永次郎说抱歉 这件事耽误了永次郎的侠语 可是那最后的结果 永次郎不也满意吗 看吧 那位有苏鸣名号的青年 直到现在这一刻 仍旧保持雄伟的站姿 这也是永次郎承认的事实 接下的鬼神帮忙永次郎一级不倒者 逐渐苏鸣肉体的强刃 就算那位武藏还在 他也会如此的称赞吧 吃奶几瓣肉身 对此永次郎认同了德川 他在转身离去前 还对德川交代 庶民醒来后告诉他 我还会再陪他玩 这句话让德川喜翘眉梢 他竟下意识说出 永次郎你要温柔这句话 殊不知德川这句话 踩中永次郎的雷点 温柔的永次郎不许被说温柔 于是本片的重点来了 游之郎呲牙裂嘴满面青筋 他肆有怒意的警告 德川你要是在啰嗦的话 那我就尽爆你 没错就是各位想的那样 像乔维莲一样尽爆了德川 没想到100画的设定 半原他想继续沿用啊 我们也终于见识到 永次郎的守备范围 到底有多么突破的铁眼忌 没想到他的新设定 无知眼里皆为异性 然后再想到他想尽到希拉里的剧情 恐怕在永次郎的眼里 德川就敢长这个样子 身为姐弟 良化的德川 长得像韩子伯伯并不意外 你也可以套美化的滤镜 看吧 这不就一位合法罗莉了 看看那娇羞的模样 我都有点心动了 不要瞎掰好吗 不过关键的还是德川啊 他在听到永次郎的话后 就只是稍稍惊恐一下 然后就神奇的脸红害羞了 一位77岁蝶血老头 此刻竟像为春兴蒙动的少女 他拿欲俊还以的模样 简直就像对永次郎喊话 赶快进来吧 永次郎 但永次郎只是水果说说 还是他真的想靠德川呢 这又是一个奇妙的问题了 以及永次郎的审美还算正常 所以可以看见 他对天恋忧和红叶都有不小的兴趣 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德川 到了第三部的时候 他对德川的关心程度 相应超过普通的关心 现在回想起来 还真的一阵惊恐 也许那时候永次郎 精神面也更加成熟了 他也终于想通了 就像小时候喜欢大姐姐 长大后喜欢大妈妈一样 或许在永次郎的眼里 德川已在他的考虑了 他考量到了德川的年纪 可能他一发下去就没了 所以永次郎才没有出手 可是现在的德川 他这种春心荡漾的模样 应该也不会拒绝吧 如果真的怕出事的话 敌多就放小力一点吧 那么我正式宣告 德川与永次郎的恋情 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德川 我要进来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我是宅政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